就是我们的那个云端上面 云端上面各位就是切到那个APP设计这边 APP设计 那里面的话一样有云端白板 等等的补充资料 那云端白板里面的话 基本上我们前面有做了几题 也许102、106 然后108 或204等等的 这些题目的话基本上 都是前面我们做过的网站 不过呢我需要把它变成 在手机上面可以看到 而且另外的话可以 就是产生一个QR Code 那一想到APP 其实当然一般理论上 开发的方式很多 那很多其实是需要 撰写程式的 那当然以我们这样的方式 也不免要需要一点点的 程式 你至少要有点概念 我们前面讲过HTML基本的语法 你可能要稍微看懂 那些关键的标签名称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102之前我们那个 就是102的那个网站 如果说把它变成APP的话 第一个你要特别注意说 如果你一个网站 之前在手机上面要观看的话 基本上当然它有个缺点 如果一个网站 放在大的萤幕上面看 其实还蛮清楚的 可是如果缩小到手机上面 你会发现 好像感觉很多地方是不太合一的 哪些地方呢 比如说 是不是我们应该多做几个大的按钮 或者是说能够有这种下拉式的清单 当我点击其中一个之后 它可以跳到下一页去 然后并且可以怎么样 让我可以回到上一页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把 之前的102的那个网站 如何可以快速的把它变成一个手机APP 然后呢 这个是截图 在手机上面看到的画面 大概类似像这样子 然后点击 也许点击其中一个 那个新书登场好了 跳进来里面有一个下拉清单 那这个下拉清单 不下拉 里面的那个项目清单 也会跳出来 那也许我可以增加一个下一页 按下去 它可以一直跳下一页 因为总共有里面的内容 有项目的部分 大概有三页 那可以让它一直往下 或者有一个back back的话就回上页 或者这边 那你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像home 然后回首页 当然也OK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简单的APP 那最后呢 你可以把它安装在手机上面 那流程大概怎么样 看起来其实 其实它 做的方式已经算是最简单的 也就是你要了解 那个如何做手机里面 最简单的大概就这个 这个方式我想是最简单的 那也是目前 很多那个 很多学校 或者很多外面的设计公司 他们设计的流程大概就这样 那其实最重要就是要一个尊位软体 那怎么做 特别注意就是 几个地方有一些重点 因为你出Google老师 然后呢 结果里面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叫phonegap的懒人包 phonegap app的懒人包 这个地方 这个里面的话 基本上就有我们之前上课的内容 那你把它点击之后的话 这边就有一个清单 那各位可以找到 我最近 最近比较新的应该是这个 三小时 可以把它做出那个app的设计 那其实这个范例 你把它点击进来 基本上就是用我们现在这个102的范例做出来 里面有相关说明 怎么做 比如说 我可能需要一个网站 那app 实际上你会想app跟网站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app就是一个网站 所以呢 差别的话呢 只是说我们之前第一个步骤 新增一个网站的时候呢 是102 那现在的话多一个app 你多一个名称 那也就是说 在桌面上面呢 你新增一个资料夹 叫102app 那里面的话 你也是一样把一些相关的范例放进来 那放进来之后的话呢 你就照着做啦 我们主要当然会需要 一个页面一个页面的放进去 那怎么样把这个一个页面产生 里面总共需要几个页面 然后做出来的结果大概流程 这边后面有一些相关的画面 各位可以看 那最后你这个网站做好之后 如何把它转换成一个 手机可以安装的一个app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会需要用到一个 所谓的phone gap的一个网站 请他帮我们把一个网站 变成一个手机的app 那里面有一些影片 如果各位有细节部分 想要了解的话 也可以看一下 大概有这一些了 那等一下我们按部就班 再来看一下 那其他的话呢 还有就是你们那个签到 我前面没有讲过了 不过好像蛮多同学 上来就忘了签到 所以这边稍微记得一下 那还有就是说 我在Poto上面呢 也有贴了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个 其中以前交的网站 只有交三个吧 那实际上总共我们有十个网站 也就是说还另外还有七个网站 没交到 不过之前 以前的课程都有上到 那我有把那个 其他七个网站怎么做的 影片有po上去 所以如果你自己想要精进的话 可以再到那个Poto里面 去把它稍微看一下 还有 我们这个后面的课程的连结 我好像有做 因为这个课程也不是第一次上 所以也有些之前的录影 我也把它放在Poto上面 那请各位 再自行再去把它稍微了解一下 那第一个请各位 先准备一下 一样 把那个Dreamweaver先打开来 然后我们还是用这个工具 Dreamweaver这个工具 那里面的话呢 当然第一个把它打开来 OK 第二个的话呢 要做什么呢 一样把那个桌面上面 新增一个什么 资料夹 资料夹名称的话 就是102APP 再把那个范例档里面的资料 包括image 跟那个需要的档案 把它丢进去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第一步 再来等一下 我们要来讲 如何建构一个手机的APP OK 画面先换你对一下 那只要你有之前的基础的话 你要再做后面的部分 我想应该就会简单许多 OK 但是虽然简单归简单 但是 请各位还是要点心理准备 它一定有 它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OK 所以请各位还是稍微注意一下下 做好的话 你可以 在浏览器中预览一下 比如用IE浏览器预览 然后各位可以看到 类似像这样 实际上在你手机里面 长的可能也会长得像这样子 你手机如果是平板就长这样子 如果是手机值的就类似像这样 可能会 稍微有宽窄啦 不过基本上看起来 应该也不 不至于差太多了 只是说上面的图 你可能要 稍微再调一下 缩放一下 里面基本上就是有个最新消息 新书登场 认证课程 那也就是我大概需要的就是 底下也有啦 底下有个 上面这个叫NetBug 这个叫NetBug OK 这个NetBug 一般叫做导览列啦 底下这边也有个ListView ListView就是清单 那这两个都是可以连结啦 因为我们做两个主要是了解一下 至少 将来如果说你有一些项目清单的话 你要怎么放 或者你有一些导览列要怎么放 OK 那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在那个手机的App 其实跟网页不太一样 那手机的话基本上 它会把这一个页面的分成三个部分 就是头 Head Body 跟他的那个Footer 就是 头 身体 跟脚 OK 也就是说呢 将来你可以去试情况 要不要增加 上面的部分 中间的部分 跟下面的部分 理论上中间一定要 Body一定要 但是 Head 头跟 这个Footer 底下的这个 这个 脚的部分 其实是可以不需要 也就是中间部分 一定要需要 那比如说我今天呢 在这个 头的地方 放个图 然后呢 底下放一个Netbar 再放一个List TV 最后的话 我希望做超连结 连结过去的话 最新消息 那一样呢 底下你也可以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类似像这样的清单 当然之前我们是用项目清单 然后 不过呢 将来也许在你的手机里面呢 这些项目呢 基本上还会有超连结 你还可以连过去 所以一般的话 会把它做成清单 那连到底下的话 也许我可以做个button 做个按钮 这个按钮的话 你把它按下去的话 它可以跳到下一页 下一页 下一页 一直可以让你什么 循环式的 跳下一页 比如说 这个 下一页的按钮呢 当然基本上 你也可以变换它的颜色 再来是上面的这个 有一个back 你可以把它按back 它会回上一页 一直回上一页 或者你可以怎么样 当然最后一个是回首页 或者你最后也可以加一个回首页 基本上大概结构是这样子 可是呢 我要怎么样去建立 这个 类似于这个手机的app 这个是最简单的了 但是现在呢 我们只能够在网页上面跑 如果说将来你要让它在手机上跑 你还需要做一个 这个 再利用phonegap的网站帮我转换 这个后面会再讲 那首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按部就班来看 这个大概有结果的说明 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怎么样去 把我需要的 102 App里面空的 请各位呢 把那个102的这个 里面的相关字要丢进来 那特别注意 丢的话 D4不要丢好了 就这两个 Image 图跟那个 我们的 那个 Data 这两个丢进来就可以了 OK 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就是把什么 把这个102App 把它 新增一个网站 网站名称就是102App 然后呢 你这个浏览的话 一样嘛 跟那个我们之前 其中考试一样 浏览一下 选取 所以这个应该没问题 之前做蛮多的 我可以按 储存 储存完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里面呢 就会有我们的 Image 图档 跟我们的那个 这个Data 里面的文字 那我怎么样产生 我要的页面 那我特别讲 特别注意一下 你们进来之后的话 我们原来 网页的首页要D4 不过特别注意 将来如果说你要产生一个 我们的手机的这个App的页面 它的名称不能叫D4 要叫另外一个名称 index.html index.html 这个也是固定的 叫这个index.html 多一个了 要叫这个 名称不能错 因为有错的话 将来可能在转换上面 就会出问题 那如何建立呢 特别注意 首先先把网站建立之后 再来要建立网 网页 所以我们已经有一个网站 然后把它加进来 里面没有任何的网页 所以我们要在 档案里面的有个开心档案 特别注意 档案的开心档案的选取 要特别注意 因为 把那个网站变成手机的App 这个是最新的技术 最新的技术 所以特别注意 最新的技术 是用html第五代 最新的 所以请特别注意 开一个新的 文件之后 请你注意一下 文件类型 预设的话 是 X的 HTML 1.0的版本 那请各位找一下 里面的最新版本 哪一个呢 HTML5 OK 特别注意 一定要选这一个 因为如果你没有选这个的话 它 不会帮你变成手机的App OK 特别注意 之前有同学选错了 第一个 那个文件类型 一定要选对 一定要选 HTML 最新的那一个 第五代 我可以按建立 建立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发现 这个时候呢 我们原来的画面是设计 也许你是这样 那我是建议 将来 请你把什么 把你的这个 画面改一下 改为什么 改为分割 设计 分割 OK 改为分割 为什么 因为这边的话有程式 这边是最后的画面 刚好垂直 有点像手机的画面 第1个 第2个的话 请各位把你的这个 在右上角有一个下拉清单 我是建议 你干脆把原来 因为它预设的模式是设计师 那设计师有些功能 有些清单不会出现 我是建议你干脆改成传统的 传统的 OK 这样的话有些功能会 比较快就可以被看到 所以这边的话 把它改为就是传统的 OK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想各位先把环境设置好 传统的话有什么差别 其实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会多出一个很 常用的面板 这个面板是我们需要的 因为如果说你用设计的话 你还要到视窗里面去找这些东西 其实非常不好找 那如果你改成传统的话 直接就在这边可以看得到 而且 如果你改成传统的话 因为Juneweer 我们现在用CS6的版本 那如果你改成传统 它会相容于前几代 也就是3456 其实长得都几乎一样 所以以后呢 无论有更新的版本 或更旧的版本 理论上它都有传统的清单 选项 一改 你马上可以适应 OK 大概会有这几个步骤 请各位先完成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 如何建立了 我们需要的那个 手机的页面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